少年葛航28级,无心和尚在战怒见仙,实力不如雷虹,火灼之术变成超级在亚人。 为了能够拿下雷迦,唐门这次竟然和暗和联手了。 有一说一,这暗和的实力也很强,而且唐门也派出了很多高手,如果按照对方的计划,他们确实可以拿下雷迦。 当然,雷迦这边也会有帮手,毕竟还有两大剑仙,就连赵玉珍都已经下山了,没有比他一剑入神游的操作更霸气。 为了拦下雷虹,这边派出了怒见仙。 在最新剧情中,无心和尚在战怒见仙,实力不如雷虹,火灼之术变成超级在亚人。 无心的实力明显打不过怒见仙,那么他的结果会如何呢?估计又是三十六计作为上级。 严战天是当时五大剑仙之一的怒见仙,首持天下一名剑谱第五的名剑破军。 实力非常强大,但是在几大剑仙之中,怒见仙的实力还是属于吊车位。 不过,剑仙始终是剑仙,这实力还是很强的。 这次本身是来击杀雷虹,但是因为无心的出现,雷虹还是完美脱身。 雷虹这家伙是雷无杰的师父,他的实力还是很强。 不过雷虹说了,当年自己成名的时候,本身就不是靠着剑。 虽然雷无杰拿着杀猪剑,但是雷虹主要还是靠火灼之术。 雷虹也爱着李寒一,可惜不是李寒一的对手,每次都被吊打。 这次雷虹直接玩起了超级带亚人模式,这伙人确实霸气。 此时的雷虹已经可以和怒见仙秘战了,后期这家伙也会变成雷见仙。 估计也是受到李寒一的打击,不然的话,这家伙怎么会玩剑呢? 从他和怒见仙的对战来看,雷虹确实很厉害。 当然,两人没有分出胜负就分开了。 但是雷虹确实很强,现在的他还不是剑仙,但实力估计也差不了多少了。 因为来和怒见仙对战的人就是无心小和尚,现在的无心小和尚已经很强了,但是他的实力还不够。 之前第一次和怒见仙打的时候,无心小和尚就跑路了。 这次这家伙再次挑战怒见仙,看上去底气十足。 那么无心小和尚能打赢怒见仙吗? 很明显不能。 无心小和尚非常调皮,这家伙又不会像那么多江湖规矩,所以在无心看来,打不过的话就跑。 都说三十六计造为上级,这说法没错,这里看懂话如何刻画。 无心确实不是怒见仙的对手,但是这家伙的底气还是很足,在怒见仙面前也丝毫不慌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谢谢。 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